哎呀 电视剧庆于年二居然有这么大的转折 嘿 大家伙听我说 咱们的范贤这回可真是大开眼界了 范若若婚后日子过得甜蜜蜜 这让范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哇哦 原来那一直让人头疼的坏蛋 竟然干了一件让人拍手称快的好事 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急 听我慢慢道来 范贤发现的这个秘密 可是让整个沁国都要为之震动的哟 还等什么 一起来看看这个让人捧腹大笑又惊叹不已的故事吧 范府素来以宁静著称 每日见或闻到几声音歌厌舞 却很少有世俗纷扰的声音打破这份宁静 命运的捉弄总是出人意料的 就像一场无声的风暴悄然而至 将平静的湖面掀起波澜 范若若 范府的千金小姐 心地善良 容貌绝美 仿佛是府中的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 她的心思却不同于一般女子 在一个普通的清晨 她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她将嫁给大臣李鸿城 这一消息如同一枚震撼弹 瞬间便在范府内外激起了轩然大波 范府自此沸腾了起来 像是一只被点燃的篝火 熊熊燃烧着 范贤 范若若的哥哥 面对妹妹的决定 心中既困惑又焦虑 她曾以为妹妹将来会嫁给她心仪的少年 然而现实却出人意料 她的内心像是一团纠结的线团 难以解开 范若若的决定也引发了整个沁国的轰动 无数人议论纷纷 有人赞叹她的勇气和胆识 有人则质疑她的选择是否明智 沁国的街巷上 人们都在谈论这个话题 仿佛范若若的婚事 就是一场城市里最热门的谈资 范若若的决定与范贤的困惑宛如一场戏剧 上演着兄妹之间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范若若 那位决心坚定的少女 如同一朵绽放的鲜花 她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她的决定 就像是一把利剑 刺破了范府的平静 将整个家族卷入了风波之中 她拒绝了常规 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毫不畏惧地走向位置 这种勇敢的决定 与范贤的担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范贤 她是那个心怀疑虑的哥哥 她的内心像是一汪深潭 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烦忧 她曾以为自己了解妹妹的心思 却在这一刻发现自己错得离谱 她的眼中充满了疑惑和迷茫 仿佛被迷雾笼罩的森林里迷失了方向 范若若的坚定与她的担忧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彰显出兄妹之间截然不同的人生观 正是在这种对比中 兄妹之间的关系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他们开始逐渐了解彼此内心的真实感受 尽管他们的道路不同 但他们的心却始终相连 范若若的决定成为了范贤成长的催化剂 而范贤的担忧也让范若若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 范若若的婚事决定不仅影响到了范府的未来 也波及到整个沁国的命运 这一场婚姻的联姨 像是一旦投入湖面 激起了无尽的联姨 将沁国的政治和家族的命运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婚姻关系对范府的未来具有深远的影响 范若若的婚姻不仅关乎她个人的幸福 更牵涉到了整个府邸的命运 作为范府的千金小姐 她将会成为范家的新娘 她的选择必然会影响到府中的地位和声誉 范府的荣耀与尊严 都与她的婚姻息息相关 她的选择将决定着府中的兴衰 范若若的婚姻决定 也不可避免地与庆帝的政治布局相关 作为大臣之女 范若若的婚事不仅关乎她个人的幸福 更涉及到庆帝的统治和国家的稳定 她的婚姻是否得到庆帝的认可 将直接影响到庆帝的政治声望和政治布局 而她所嫁之人的家族背景和势力 更是关系到整个庆帝的政治格局和未来走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 范若若的婚姻决定成为了一场政治和家族命运的转折点 她的选择将不仅影响到自己的命运 更关系到庆帝的未来 而她所承担的责任也越发沉重 她必须在个人幸福与家族荣誉之间寻找平衡 为庆帝的繁荣和稳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范贤作为范府的长兄 面对妹妹的决定内心充满了挣扎与焦虑 曾经以为自己了解妹妹的心思 然而现在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困惑之中 她看着范若若 那个曾经天真无邪的少女 如今却变得坚敌而成熟 她的决定打破了她心中的旧有观念 让她不知所措 范贤的内心像是一团纠结的线团 难以解开 她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重新审视着自己的选择和决定 她意识到 自己过去对于妹妹的期待和偏见 可能并不完全正确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而不应该受到别人的束缚和期待 随着事态的发展 范贤逐渐开始接受了妹妹的选择 也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位置 她明白到 作为长兄 她有责任支持妹妹 尽管她可能无法完全理解她的选择 但她愿意站在她的身后 给予她支持和鼓励 在这个过程中 范贤逐渐成长起来 她学会了接纳不同的人生选择 学会了放下过去的成见 学会了尊重和理解他人的选择 起初 范贤对李鸿城并没有太好的印象 她觉得李鸿城是一个典型的诠释者 目光锐利 心机深沉 在她眼中 李鸿城就像是一条隐藏在暗处的毒蛇 让人难以捉摸 难以琢磨 随着剧情的发展 范贤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 她开始接触到了不同的李鸿城 一个温柔体贴 关怀备质的男子 李鸿城的温柔和体贴 使得范贤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人 她发现李鸿城并非表面 看上去那样冷酷无情 而是一个内心善良 值得信赖的人 李鸿城的温柔体贴 让范贤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亲近感 她开始意识到 自己对于李鸿城的误解和偏见 并没有站在客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人 李鸿城的行为举止 逐渐打破了她心中的成见 让她重新审视这个人 重新认识这个人 范甫家族的团结与支持 在范贤选择全力支持妹妹的举动中得到了最完美的展现 范甫的家族成员之间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坚定的支持 她们像是一根根坚固的纽带 将家族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范甫家族的团结与支持不仅体现在范贤与妹妹之间 还体现在整个家族成员之间 在范若若宣布嫁给李鸿城的消息传开后 范甫的家族成员纷纷表达了对她的祝福和支持 她们不计个人得失 全力以赴地支持妹妹的选择 让她感受到了家族的温暖和支持 范贤作为长兄更是展现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深厚情谊 面对妹妹的决定 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全力支持 她放下了个人的固执和偏见 站在了妹妹的身后 为她提供了坚实的厚盾和无尽的支持 她的举动不仅展现了她作为长兄的责任与担当 更彰显了范府家族成员之间的团结和支持 哇 范若若的婚姻之路真是充满了惊喜和感动 范贤终于明白 有时候即便是坏人 也会做出让人感动的好事呢 这不就是生活的一大乐趣吗 让我们学会用宽容的心态去看待世界 相信在每一个看似阴暗的角落 都隐藏着一束光芒 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改变的可能 一起传播正能量 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打掘ige数据